这一期呢 我们勾这样一款 三角形的支片 环形起针 拉紧 接下来我们在环里面 勾六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完成之后线圈拉紧 然后呢 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 引拔 拉紧 拉紧 拉一下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换线勾第二圈 先打个结 然后呢 在第一个针目里面 挑两个辫子 带上线圈 勾过来 然后呢 勾两个辫子 这两个辫子呢 相当于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呢 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再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同时把线放到针子上面 边勾边长 这样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并勾出 接着勾两个辫子 作为间隔 下一个周末里面 我们勾三个长针 然后过两个辫子 然后过两个辫子 间隔 继续这样交替 现在又是 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并勾出 两个辫子 继续下一个周末 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两个辫子 最后 这里呢 继续 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并勾出 两个辫子 最后呢 还剩一个针目 我们在里面勾三个长针 两个辫子 那这个是引拔针 别搞错了 总共一二三 四五六 与第一个 针目的两根辫子 引拔 然后呢 我们断线 拉紧 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 接着呢 我们继续换线 勾第三圈 线打个结 在空隙里面 入针 带上线圈 勾过 先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然后在这空隙里面 勾两个短针 一 二 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三个长针 中间那个针目里面 入针 长线 勾两个长针 一 二 然后勾两个辫子 继续回到这个针目里面 再勾两个长针 一 二 这样呢 一组 继续往下 空隙里面是两个长针 然后在这两个 枣形针 两个长针 被完成了的长针 一并勾出的枣形针 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作为一组 接下来重复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然后中间这个长针 针目上面 勾两个长针 两个辫子 两个长针 然后呢 回到这个空隙里面 两个短针 继续 针目里面短针 继续 第三组 两个短针 两个长针 两个长针 两个辫子 继续 两个长针完成之后呢 继续空隙里面 两个短针 然后这里 针目上面 还要勾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呢 你第一个针目的两个辫子 硬帮 断线 这样呢 第三圈就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三角形 有三个角 一 二 三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继续勾枝 让它每一条边 变长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换线 先打个结 来勾第四圈 那这是第一个针目 这里还有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 上面入针 带上线圈 然后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在这个针目上面 继续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一个辫子 然后在这个角里面 在这个空隙里面勾 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完成之后呢 勾三个辫子 然后继续回到这个角里面 勾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然后这里也是对称的 一个辫子 然后这个短针 上面一个短针 一个辫子 空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一个辫子 空一个针目 这个短针 针目上面 一个短针 一个辫子 又来到脚里面 继续 三个长针 三个辫子 继续在这个里面勾 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完成之后 一个辫子 然后这个短针 针目上面 一个短针 一个辫子 空一个针目 短针什么 一个短针 空一个针目 空一个针目 继续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辫子 最后一个角里面 三个长针 三个辫子 然后呢 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 短针 一个辫子 空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一个辫子 最后呢 与最开始的第一个短针 针目的两个辫子 引拔 然后呢 断线 拉紧 这样呢 第四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继续换线 来勾 第四圈 先打个结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从 这个长针 针目上面 入针 带上线圈 勾过来 所有的线头 都 长 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 勾一个短针 继续 下一个针目上面 也是一个短针 继续 一个短针 然后来到这个脚里面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最后呢 一个长针 完成之后呢 勾一个辫子 继续回到这个 空隙里面 一个短 一个长针 中长针 一个短针 然后来到 长针针目上面 分别勾一个短针 这样 这两边是对称的 完成之后呢 在空隙里面勾 两个中长针 继续 空隙里面 两个中长针 继续 还有最后一个空隙 然后又来到 这跟之前一样 针目里面 短针 然后脚里面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作为间隔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然后这三个长针针目 每一个针目上面 分别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呢 继续 空隙里面是 两个中长针 继续 继续 还有最后一个空隙 一共勾了四个空隙 然后呢 这里又是长针针目 继续是每一个针目里面 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脚的钩子方法呢 也是一样的 短针 中长针 长针 一个辫子 长针 中长针 短针 针目里面 分别勾一个短针 然后来到空隙里面 两个中长针 继续 一共有四个空隙 这里呢 还有一个空隙 不要忘记了 安针之后 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 引拔 这里我们拉紧一下 这样呢 第四圈 就 第五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六圈 先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然后呢 在这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每一个针目里面 都是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三角形的这个角里面呢 我们都是勾三个短针 针目里面一个短针 角里面三个短针 这样呢 我们把这一圈勾完 最后还有两个针目 勾完之后呢 与第一个针目的两个辫子 引拔 这里我们直接断线 勾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个线勾到 背面去 这样呢 一个三角形的织片就完成了 那我们一共勾 五个这样的织片 那下一期 我们把这个织片组合成一个不规则的手套 从来的织片织片细